体重高达800斤的夫妻如何生孩子 两人面对面在一起 肚子顶着肚子 连亲吻都困难 更别说生孩子了 为此夫妻俩愁得不行 然而如今这局面 却是父母一手造成的 1987年邓阳出生在天津市一个农村家庭 刚出生时种其精 又白又胖简直是奶奶的梦中情孙 谁看了都喜欢 然而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 到邓阳七个月时 体重直接飙升到了30多斤 是正常婴儿的两倍还多 起初父母俩还没当回事 每天依旧把盹奶供应着 直到亲朋好友发现了不对 在他们的催促下带着儿子来到医院 希望找到儿子肥胖的原因 而医生得出的结论 让父母俩后悔不已 正是因为在邓阳刚出生时 父母过度溺哀 每天嘴巴几乎没有停过 导致邓阳阴阳严重过剩 才长得如此胖 简单来说邓阳就是单纯的肥胖 并不是疾病引起的 考虑到当时还没满一岁 医生只能建议家人从饮食上适当控制 然而称大了的饭量 其实说减就能减的 随着年龄增长 邓阳体重不减反增 等到邓阳七岁开始上学时 体重已经到了120斤 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 周围的嘲笑与疾风也越来越多 邓阳父亲表示 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没把肥胖当回事 总认为等孩子会走路就瘦了 会跑了就瘦了 等上学就瘦了 抱着这样的心理 一拖再拖最后无法控制 肥胖让邓阳变得沉默寡言 他开始渐渐远离同学 然而很快身体的肥胖 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印象 学校在五公里以外 平常都是骑自行车上学 可随着体重增大 300多斤的他一起上自行车 就光看见车把动 车咕噜是纹丝不动 长期上学迟到 最终被迫戳学回家 这下父母终于意识到了士气严重性 为了儿子重新回到校园 全家人开始陪着他减肥 每天围着村庄跑两圈 做各种体操运动 一年多的时间离职吃素 当时年幼的邓阳不懂事 只觉得吃不饱 父母不喜欢他 但在全家人的努力下 两年时间邓阳减掉了150斤 就在所有人庆幸摆脱肥胖的乐梦时 松懈下来的邓阳体重再次反弹 体重飙升至300多斤 并且开始自暴自弃 在自己的房间一宅就是10年 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但很快新的危机就出现了 胖子到底有多痛恨胖子 老公说如果孩子生下来是胖子的话 恰死 虽然是句玩笑话 可从邓阳的神情可以看出 他们是真的讨厌肥胖 五年前邓阳体重飙升至410斤 为减肥吃尽了苦头 也正是减肥时 邓阳认识了现在的另一半 林育儿17岁 身高160厘米 腰尾170厘米 体重395斤 和邓阳不相上下 共同的经历和投缘的性格 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再认识一年后便确认了恋人关系 因为体重太高 土同床承受不住800斤的重量 为此两人只能在房间里安两张床 分开睡觉 很快在爱情的催化以及父母的促下 两人一共减掉了400多斤 这次减肥成功让两人欣喜若狂 在经过四年爱情长跑后 两人在四川结婚 并举行了婚礼 然而随着两人在一起 幸福指数攀升的同时 体重也在急速攀升 再次反弹到历史新高 加起来超800斤 结婚前因为和父母一起吃住 还能稍微控制一下 婚后自己做饭彻底放飞自我 为此还专门拜师 学了半年的川菜 因为我媳妇上不吃福 你只做婚菜 对对 宁可食物酒 也不可食物肉 大口吃肉成了两人婚后主题 因为极度肥胖 两人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邓阳在工厂做电和车床工作 车床是个精细货 巨大的肚子不仅爱是还危险 林月则在诊所当护士 也因为体型不变 只能干点打针树叶的活 并且许多患者满脸不冤 生活处处碰 必要让两人的心情滴落到谷底 感觉活着太难了 比起工作 更重要的是健康问题 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 邓阳突然发现妻子没有了声响 凑近一看 林月已经因为缺氧导致嘴唇严重发紫 若不是她及时发现 人已经没了 死亡逼竟让两人越来越紧张 同时拥有自己的孩子 也是夫妻来一直以来的梦想 由于体重问题 夫妻俩想要自然受孕 简直难如登天 就算受孕成功 对母体和胎儿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胎儿直餐 脏器疾病以及智力低下的概率很高 肥胖成了挡在两人面前的大衫 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宝宝 两人再次回到吉林 开启痛苦的减肥之旅 而他们又能否成功呢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减肥方式 医生先是在肚子铺上一层湿毛巾 紧接着撒药九点火 肚子上瞬间燃起熊熊火花 记者吓得不行 反观两人不仅不害怕 反而十分享受 护士介绍 通过这种方法 就能让药也渗透到皮肤里 从而加速新陈代谢 记者看得头皮发麻 然而这还只是减肥中小小的一环 早上八点只得重达八百斤的夫妻俩 会进行两个小时的慢跑训练 彻底活动开身体后 便进行针灸 十厘米长的豪针 尽数没入 密密麻麻插满了整个肚子 然而邓阳像个没事人一样 只因脂肪太厚 两人几乎感受不到疼痛 不过似乎效果不错 平常一顿吃八斤肉的两人 现在只吃四斤了 针灸和火疗结束后 就是要求推纳 医生像活绵一般 在两人肚子上疯狂按压 减肥过程虽然痛苦煎熬 但为了拥有个自己的孩子 两人咬牙坚持着在减肥机构 夫妻俩结实了 亚洲第一胖刘婷婷 当初她的体重高达四百四十斤 而如今不仅瘦了 还是一个四岁宝宝的妈妈 我那时候胖了三百八斤 顺肠肯定是不可能的 回忆起当初生孩子的过程 刘婷婷心有余计 因为太胖 麻醉的阵头够不到脊椎 医生只能做拳马 刘婷婷的成功 给邓阳明月小两口 带来了希望 因为有过成功减肥的经历 两人并没有采用 西医的切胃手术 而是通过减肥中心 合理运动饮食 外加中医针灸按摩等方式 但这个最主要的 还是要看减肥的决心 否则反弹很快 抱着这样的决心 两人努力减肥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年之后 两人合计减掉了四百多斤 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 只是心心念念的 宝宝迟迟没来